拉溫娜位於意大利的東北面 曾經是西羅馬帝國的古都 因為長期受到東方拜占庭文化的影響 令到馬塞克雙嵌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 史內有很多建築物都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奠定了拉溫娜在馬塞克藝術方面無可取代的地位 泰溫娜請詞串 《詞曲 李宗盛季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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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世纪 东哥德王国 迪奥多利克建造了新的皇宫 新的灵�寝 一座新的教堂 被他称为金色天堂的教堂 新成亚玻璃纳大教堂 教堂里面拥有拉温娜 最巨大 最令人难忘的马赛克 伤横画以人物为主 南面的墙上 他画了 二十六个新穿白色长徒的信导者 首持贵官献给耶稣 白墙上 撩盔的是一群同样虔诚的女士 在级圣母的献礼 不难想象 一时红杰的皇帝 每日来到这里 进行虔诚的崇拜 当阳光 在马赛克的反射之下 教堂内部 侮辱于一片金黄色 就是圣极一时 东哥德王迪奥多利克未下的荣耀与写照 然而 这个圣极的金色 可能过于耀眼 过于锐利 无法持久 随着六世纪终业 东哥德王国的灭亡 一时风光 及身移绝 昔日的鼎盛 留到今天 只有这一片金黄色的马赛克